字幕提供 這裡是哪裡 我記得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被那位女性嘴感 說起來我在逃跑途中有會短訪的女性 那位女性是真實存在的嗎 還是我的幻想 剛好鬼招人去電影不是我 哈哈哈哈 剛才你們都有看過那個 哈哈哈哈 話說回來 住在這裡的人在哪裡 雖然不曉得是誰 但是對方是不是救了我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想倒個血 結果等下有人跑過來 啊~~你是誰 你到我家幹嘛 非禮啊 不是啊 但是從剛剛開始 就沒有感受到人的氣息 不好意思請問有人在家嗎 上腦筋 總之先看看找看有沒有人在好了 房間主人的手機 保險箱 五位數密碼感覺很慎重 再次睡在別人的床不好 眼睛蠻大的熊嘛 不然 基本書放在書櫃上 金莊文學書籍 哈哈哈哈 完全不能比啊 天色陰暗黎明前 天色陰暗明前 飛離身桌 呵呵呵 電視要打開嗎 打開一下好了 又是這個畫面 而且他只要看到這個畫面 就一直想到女生耶 這有雜訊 相框 大概 兩位大概二十幾歲的女性合照 短髮和長髮女性 我好像哪見過 就是昨天救她那個吧 也不能說救她 就是 蘆蕙 就是幫她 就是把她帶回來的那一位吧 釘子打不開 這是屍體嗎 哈哈哈哈 裡面可能藏著屍體嗎 那個女生 那個短髮的女生啊 可能是那個 就是戴著圍巾的那個 女性的 姐姐或妹妹 然後 男主角可能不小心害死她 所以那個女性 那個短髮女性 心懷 心懷那個怨恨 然後把她姐姐的屍體製作起來 當做一個 類似 靈體的技術體 然後每天拿著她去下男主角 哈哈哈哈 這樣好像怪怪的耶 這段劇情好像有點哪裡怪怪的 很慢喔 覺得很可愛 夜晚的星空明明那麼亮 地面上卻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到 欸我覺得如果劇情真的這樣演感覺好像也不錯耶 垃圾袋 半透明的塑膠袋 能看到裡面裝的垃圾 是那個圍巾吧 為什麼會在這 那時候明明丟掉了 難道是這家主人有一條相似的圍巾 或許是她把它拿回來的啊 她可能是一直要嚇她吧 類似施展古樹有沒有 然後那邊 那邊一直嚇她這樣子 不是有那個什麼 醬頭樹嗎 倒樹阿 什麼黑魔法阿 什麼的 那就是下屍體聽起來很海龜 海龜湯 什麼是海龜湯 滴滴音響 聽一下廣播吧 18號凌晨 在公園 發現一位女士上吊 女性在回家途中用圍巾勾住脖子 警方對於這起事故的搜查方針 這些事就很難聽過 不 是看過 還是她是被嚇 還是她是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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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被被 被 卡到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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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到陰 脖子有點長 我也想要一台這樣的洗衣機 收納幾條毛巾 她可能是被卡到陰吧 清潔用品 這奇怪 你都不敢翻女生的那個 衣櫃 你敢進去女生的浴室 我也覺得這個 這個其實蠻猛的 對卡到陰啦 是這樣講嗎 我也忘了 烤箱 食物櫃 儲備糧食 洗碗 馬達生 整理很乾淨的水槽 好我們走吧 好奇怪 要嘛沒廁所 要嘛沒有那個 要嘛沒有浴室耶 一個都不用洗澡 一個都不用上廁所 現在不需要 我也不好意思 我已經人家許可就進入廁所 打掃了一層不然 他是不是亂講 不知道 那個應該直接被冥婚了吧 衛生紙被摺成三角形的形狀 我覺得這好像是收納的方法耶 這我就不清楚了 這也有聽別人講過 所以這邊是女生一個人住的 不是雙人房 快點沒人在家 去買到他 也在那邊去去看看好了 打不開 打不開 奇怪 這門把從這裡打不開嗎 上面有鑰匙口 為什麼會設置在那一側 嚇到我 原來是郵件 你想抓什麼 我馬上去迎接你喔 迎接 誰要來迎接我 喔沒有他其實想說 我馬上來迎娶你喔 你要入追到我們家囉 這樣好像有點可怕耶 追逐戰被追到就冥婚 一言不合就冥婚嗎 到底 沒有 記憶人例子跟那時候一樣 跟在超商廁所看到的郵件一樣 又是那位女性要過來嗎 我得逃走 在那位女性過來這裡 快點 對 對了 這扇門打不開 有沒有能從這裡出去的方法 非安非安安 五安喔 GT安安 五安 喔 這裡有東西 剛剛明明就沒有 鏡子嗎 有用筆畫出來的潦草文字 11055 還是55011啊 輸入吧 我覺得應該是55011吧 打不開 原來真的是11055嗎 還是他跟他原本是戀人 然後結果那女生要自殺 然後這男生不願 那個原本是跟他說要一起自殺 自己卻逃走了 自己卻嚇到然後逃走 所以這女生才會陰魂不善追著他 開始逃婚了 這什麼 放那張照片 你又判斷錯誤了 但是這次的犧牲者會是你 如果你那時能有正確想法 我跟你也不會變成現在這樣吧 那麼 有別了 什麼意思 什麼時候 What the hell 做夢 記者 您心中是否有些無奈的覺得又是做夢嗎 那位女性對我造成的困擾 已經嚴重到不斷的出現在我的夢裡了 密碼還可以輸入錯聲訊 沒辦法 他說寫在鏡子上啊 我就很下意識的覺得他是要倒過來嘛 我認為那間應該是那位女性的房間 這些都是我想像出來的 只是 只是那位有著長頭髮 身穿紅色大衣 圍著咖啡色圍巾的女性 她絕對不是夢 而是真實存在於現實世界的 我分付清哪裡是現實哪裡是夢境 但是可以確定那位女性糾纏著我是事實 是呢 我受不了了那位女性的跟蹤行為 所以辭掉工作搬家了 你他媽最好有女生跟蹤你的時候是 沒有下半身的情況下 然後用手爬的速度比你還快 然後在那邊跟著你跑 你騙我沒有被女生追過是不是 開玩笑以前玩鬼抓人手 我每次都是被追的那一個 因為他們都覺得我胖胖的跑很慢 結果我就跑比他們還快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兇手是你吧 我還不知道呢 現在線索太少了 還很難猜啊 沒錯 現在這間房間就是我的新住處 喔是他新家喔 雖然不知道他是哪裡來的女性 究竟又有什麼樣的目的而追趕著我 但他應該不可能追到這裡吧 他說起來 我記得初次和記者交談的地方 就是在這間房間外呢 真的很抱歉 那個時候我沒有好好招待你 當時的我壓力大到沒辦法顧及他人的情緒 造成我壓力的原因當然是因為那位女性 就連郵件的系統音效都令我膽戰心驚 然而記者又講了那番話 早點回家吧 我加瓦斯表 呃...不好意思 可以恨你 說個話嗎 欸 喔記者先生來了 呃...初次見面 這是我的名片 起床呢 呃...自由鎮狗人 是的 突然在訪 失禮了 欸等一下這個女生是不是那個 那個時候躲在 垃圾桶旁邊那一個啊 那一個國家安安 武漢喔 這個...這個...這個...這個記者是不是 這個是不是那個時候躲在那個 有一旁那邊偷看的那一個啊 我在私下調查某起事件 關於那起事件 我有些問題想要請見你 事件嗎 可是我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這裡交談也不太方便 尤其別處騰騰嗎 去談談 不 可是... 我在這裡的路上 又找到一間不錯的店 哎呀等等 完全不理他 幹嘛啊真是 哼 完全不理他到底心情好不好 就是直接強迫他去 所以你要問我什麼 想要請教一下我剛剛說的那起事件 我剛剛也跟你講了 我到目前為止都不只和任何事件有關係 真的嗎 沒錯我完全沒有印象 嗯 怎麼了嗎 沒事吧 不 沒什麼請不要在意 那麼可以請您看一下這張照片嗎 請問您對這位女性有印象嗎 有印象嗎 不 我沒有印象 就算你只在看著我 但我說沒有就是沒有 呃這樣啊 照片中的女性 是我的姐姐 幹等一下 不是吧 真的是喔 他們是真的是姐妹 然後姐姐可能跟男生 那個 那個 千千千叉叉 然後後來自殺 然後不爽 然後他拿著姐姐的屍體 這樣到處跑是不是 呵呵 我亂講的捏 姐姐 你剛剛說過 你是屍體在調查的這幾事件 人家說你的姐姐被全入什麼事件了嗎 她是被殺害的 最近半年前 在11月18號的晚上 她下班回家的途中 在公園裡被人吊在樹上 在公園被吊起來 沒錯 犯人是用她脖子上的圍巾 將她吊起來的 最沒有拿的是 謝謝屍體假說成立 欸真的欸 好可怕 圍巾 怎麼了 等一下那剛剛怎麼了 剛剛好像有什麼東西跑過來 先生 你怎麼了嗎 欸 你沒事吧 顏色很蒼白喔 欸沒什麼 沒事 呃 是了我沒事 所以 剛剛是在說什麼 歸於我姐姐散掉的事件 喔喔喔喔喔喔 但是那個 對被害者的家屬這樣說 是有點不好 不過你姐姐也許只是在公園裡自殺吧 那姐姐並沒有留下遺書 其實本上還寫著 之後與朋友有約 而且 姐姐當晚原本是要和我一起吃吃晚餐的 這樣啊 不會可能當時出了什麼問題 像是一些突發性事件什麼的啊 呃 是的 警察一開始也是這麼說的 但是 周遭有發生爭執的跡象 人家是你 還有附近並沒有可以墊腳的東西 也就是說 你的姐姐當時和誰起了爭執 所以就被那個人用圍巾吊起來了 是的 然後你想要說那位犯人就是我嗎 聽說有問題性 在警方推測的犯案時間從公園裡走出來 他戴著真姿帽 雖然沒有看到臉 年紀 大約25歲左右 身形大概 就像您這個樣子 嗯 這樣打扮除了我之外 也有很多人吧 那頂真姿帽 很超商裡工作的年輕男子所戴的帽子很像 您搬到現在住的公寓之前 在案發現場附近的超商工作對吧 另外是不是有一點相似的 正姿帽 走啦 別胡說啦 姊姊姊姊在哪裡 他媽的姊 你明明沒有直接證據 隨便去懷疑別人 我一手把你掐死 凝成麻花Pokemine啦 我沒事 話說回來 我根本不知道那位女性是誰 況且就連有發生這幾事件 我都完全不知道 談話到此為止 今後也請絕對不要再把我牽扯進去 他們現在有人在旁邊偷看 知道嗎 發生什麼 等一下 太激動了嗎 這是咖啡的錢 再見 謝謝 謝謝 謝謝您的回顧 喔~~ 他臉陰下來了 姐姐 不 那個時候真的太沒禮貌了 這真的很沒禮貌啦 不過我當時真的對 對這起事件真的沒記憶耶 沒錯是真的 但是啊記者 不過我認為初次見面 我認為稱呼初次見面的人為殺人犯是不是不太好呢 算了那都已經是過去式了 所以他現在已經求一將起一切了 然後開始從頭敘述這樣 話說回來 你有沒有聞到一股臭味 還是只有我這麼覺得 那麼請讓我打開窗戶 順便通通封吧 跳下去 跳下去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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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然後那個 欸 我剛剛收到哪裡啊 啊 我想起來了 我說到在咖啡廳 聽到你說的那起事件的呢 在那之後我還是有點在意那起事件 並視著調查許多事情 遭離殺人現場 或可能發生車禍造成失憶 也有可能就是那個事件對他的 那個打擊太大 然後 他選擇性失憶也說不定 這是有可能的 那麼這一節影片就到這邊告個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在下方點選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給予支持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打,雲, 雲 我開支 雲 雲 雲